走出教室來到環保站 這群幼兒園的小朋友要學習 能夠受用一輩子的生活知識 在桌中學習印象最深刻 跟著志工一起做分類 人人都能夠是環保小煎兵 因為他們是未來的主人們 所以他們只要是環保的了解 才可以把我們的地球在領域更加好 東西可以recycle 一些關 recycle 還有呢 一些canon 樹 還有一些呢 包紙 如果學習做環保也捐出愛心捐款 要幫助有需要的人 大愛新聞 莊慈玲 李婉君馬來西亞報導 請問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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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問一下